好那我們看第七題好不好 第七題 他說有個空瓶子重14.2克 然後呢裝滿水的時候呢是15.2克 請問你改裝海水的話質量會變多少 而且他講的質量共多少 然後他告訴你海水的密度了 好我們先問一個問題 有個杯子啦 他先告訴說請問你我裝滿海水的時候啊 質量會變多少 告訴我這個質量該怎麼算 是不是應該是空瓶加海水的質量 對不對所以這個質量的質量是誰 空瓶 加海水吧 空瓶知道了嗎 有啊我告訴你了嘛 14.2 所以你一直剩誰不知道 海水不知道對不對 然後你看這邊 他告訴你說 當我把空瓶子裝滿水的時候 注意喔 裝滿水跟裝滿海水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請問你我裝滿水的時候是15.2克 你裝多少的水啊 是不是拿15.2克 減掉14.2克 這其實就裝一公克的水而已 好那請問你 一公克的水等幾地方公分 老師我們在技術很好玩的地方 所有的物質裡面就有水可以這樣想 一公克的水就相當於 10公斤 1立方公分的水 1立方公分的水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算 因為你看這邊 公式不是D等於V分之兩嗎 當我的密度是E的時候 不是代表V跟雷是一樣的 因為這樣相當才等於E嘛 那已經說 如果當我的體積是E 那實際上是E代表體積呢 就應該是E啊 因為E除E才等於E吧 聽懂嗎 會啦 所以我就知道說 原來一公克的水 就是1立方公分的水 會吧 好 那什麼叫1立方公分的水 代表這個瓶子呢 裡面貼重多少水 就是1立方公分的水 就是1立方公分的水 會啦 那請問你 當我倒水到地上買海水 請問你 海水可以做多少 那也是1立方公分啊 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1立方公分的海水有多重 老師我要猜 密度不是告訴你1.03了嗎 又來了 D等於V分之耶 密度不是多少密度 海水的密度1.03 體積呢 1 M是我一樣的答案 交交相承 所以M多少 就是1.03 所以答案就是1.03 所以答案多少答案 1.03 體積不是問你質量嗎 那就應該是空瓶加海水吧 空瓶的是多少 空瓶14.2 海水呢 1.03 所以請問你 14.2加1.03是多少 14.2加1.03 對 是不是等於15.23 所以答案就有15.23 那是15.23 錯了 應該是15.23才對 把它改一下 15.23 他寫錯了 11大錯 沒有沒有 絕對沒有錯 11大錯 好 改一下 設定 1 1 2 4 谢谢大家